負責為北加州和中加州地區 超過1600萬用戶提供電力服務的PG&E 今年第一次在華人社區推出線上問卷調查 希望收集華人用戶對PG&E的各項服務意見 對此他們的中文發言人陳海珊Fiona表示 希望透過這次的調查可以改善他們未來的服務 讓大家講一下對PG&E服務的看法 我們也很希望根據你們的意見如何改善我們的服務 這個線上問卷包括了PG&E的多個服務範疇 包括了用電、用煤氣、中文客戶服務、帳單問題等等 大家都可以就個人遇到的具體問題 直接將情況透過問卷告知PG&E的工作人員 今次的問卷調查時間為一個月 從6月1日開始到6月30日結束 調查結束之後PG&E的華語團隊 會收集所有用戶的意見 作為制定未來服務方向時參考的依據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 讓我們可以參考 然後我們可以特別針對華裔社區做一些相應的措施 可以令大家在用電、用煤氣、三火安全等等 各項的問題上 做一些研究 大家可以到天下衛視的官方網站 查看今次問卷調查的念節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